大家好,歡迎收看生活調查團,我是琪琪 雞蛋就是我們經常都會吃到的食物 最近有一條報導就說到 有位女士將雞蛋的微波爐進行加熱 發生爆炸而導致毀容 到底是雞蛋的問題,還是微波爐的問題呢? 調查之前,歡迎大家踴躍參與本期的節目互動 本期的題目是 感冒發燒,是不是不可以吃雞蛋呢? A,可以吃 B,不可以吃 好了,琪琪在這裡,還要提醒一下大家 可以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參與我們的有掌問答 同時,如果你在生活上面 有些什麼疑問想往我們調查的話 也可以撥打我們的報料而線 83887085 好了,下面的時間,立刻進入我們的調查 近年以來,關於微波爐加熱雞蛋 發生爆炸的事故就層出不狂 2014年8月13日 江蘇省一位吳女士 是用微波爐加熱三隻雞蛋 結果雞蛋發生爆炸 吳女士臉部受到重傷 2012年3月31日 武漢市一位周婆婆將雞蛋放在微波爐加熱 結果微波爐發生爆炸 幸好沒有人緣傷亡 那是不是用微波爐加熱雞蛋就會發生爆炸呢? 爆炸的原因是微波爐只是雞蛋呢? 用微波爐加熱雞蛋到底會不會爆炸呢? 我們現在要做實驗 大家看到,我手上拿著有四個已經熟了的雞蛋 我們打開一個給大家看 剝一個給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真的熟了 還有很香 那我現在就會將剩下這三隻雞蛋 放入微波爐裡面進行加熱 到底會不會爆炸呢? 真厲害 有沒有搞錯?導演安排這種工作 好,我先走一點點 好 好 唉 爆炸了,豈不是炸也沒有 好 好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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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我了 大家剛才都看到 真的嚇到奇蹟 嚇到我紮紮掉 大家看到雞蛋已經 很難 雞蛋已經開花了 我們攝像師可以近來看看 多麼恐怖 我個人覺得很好奇 加熱熟雞蛋會爆炸 那加熱生雞蛋又會不會爆炸呢 調查資料顯示 有人加熱生雞蛋 不止網友同樣說 這種方式同樣是會爆炸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剛才嚇到奇蹟 瞬間沒有心情 但是為了我們節目 我們實驗還要繼續 現在我們要做這個實驗 就是將生雞蛋放在微波內進行加熱 看看到底會不會爆炸呢 會不會炸到一坨一坨更加噁心 這個是生雞蛋 我可以打爛一個給大家看看 同樣我們也是將剩下的三隻雞蛋 放在微波內加熱 真是有陰影 在奇蹟打著火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攝像師可以後退一點點 因為我個人覺得有點驚雲未定的感覺 可能鏡頭前的各位觀眾會覺得奇蹟很怕死 其實奇蹟不是最怕死的一個 鏡頭可以特寫一下我們其中一位攝像師 已經是這樣的姿勢了 我們現在可以聽到這些雞蛋在微波內 啪啪啪啪的響 我想雞蛋已經爆炸了 很噁心 大家看到這些生雞蛋已經基本上熟了 除了裡面的蛋 雞蛋和蛋黃 其實情景和剛才熟的雞蛋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這個生雞蛋還欠蛋黃裡面 不太熟 我們可以看到微波爐的四周圍 都已經是雞蛋碎了 非常噁心 我可以把這個也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這邊的蛋黃和蛋白都已經基本上炸碎了 而裡面的話我們特寫可以看到 雞蛋也非常噁心 通過了這兩個實驗 我們可以知道 無論是生雞蛋還是熟雞蛋也好 只要放入微波爐裡面進行加熱 都會爆炸 我在這裡想 到底是雞蛋的問題 還是微波爐的問題呢 微波爐是可以穿透食物的 進去以後遇到水分就會變成熱 微波的能量和水的能量變成熱能 所以它跟這個鍋是不一樣的 鍋的熱量是從食物的表面傳到內部 而微波直接從內部就加熱了 那雞蛋你放進去以後 微波穿進去 它就會把蛋黃裡面的水分加熱去好 變成蓄體以後呢 裡面就會膨脹 到一定程度呢 它外面的蛋白是把它包住的 所以就會爆掉 所以 用微波爐加熱雞蛋是比較危險的 各位千萬不要為了方便 而用微波爐加熱 那為了安全呢 在生活當中 還有哪些東西 是不可以用微波爐加熱的呢 那如果是密閉的東西 你放進去加熱 肯定就是有這樣的問題 比如說極端一點 我們說拿一個生雞蛋放進去的話 那就更慘了 因為雞蛋殼把它包住 裡面它那個蛋白蛋黃 一加熱變成氣體以後 它一炸一令就把那個油鍋 裡面繃得就殘不淋入了 對吧 所以就是 比如還有一些比如板栗 之類的東西有殼的 你直接拿來加熱 它也就會 因為它封住 裡面的水分出過來 它就會爆 一樣的道路 跟雞蛋是一樣的道路 所以為了大家的安全起見 大家千萬不要用微波爐加熱雞蛋 特別是那些白領一族 中午的時候很喜歡帶帆盒 那如果你帆盒裡面是有雞蛋的話 千萬不要放去加熱 因為這樣的話 是非常非常之危險的 所以用微波爐加熱雞蛋會爆炸 這條禁忌是真的 不是生活當中 只要是大殼的 大皮的 以及密封的東西 都不可以用微波爐加熱 那關於雞蛋 除了不可以用微波爐加熱之外 還有住哪些禁忌呢 調查員準備向街坊請教 現在的時間 就來到生活調查團 送蛋會的時間 如果你錯過了上一次 生活調查團的試食會 這次送蛋會 你一定不能錯過 所以走過路的街坊 千萬不要錯過 可以過來走一走 看一看的 大家看到了 我面前擺著有很多很新鮮 和非常之有營養的雞蛋 是送給大家的 阿姨 過來看看 雞蛋和鵝肉 雞蛋 是 比較毒 膏膽固醇 雞蛋 嗯 蛋固醇 就管知道這個雞蛋 是那個黃 老年人不可以吃 吃完了以後容易得 硬化 都不硬化 我聽人家說 吃了中藥沒有吃雞蛋 可能有時候不可以 跟某些食物一起吃 就好像豆漿和雞蛋 或者牛奶和雞蛋 我覺得 膽固醇高的應該 盡量不吃吧 通過採訪 有些街坊認為 雞蛋和豆漿牛奶 不可以一起吃 感冒又不可以吃雞蛋 特別是膽固醇高的老年人 更加不可以吃雞蛋 那最後調查完在網上搜索 都發現大家和街坊一樣 存在著這些疑惑 那真相到底是怎樣呢 馬上為你逐一調查 首先為你調查 雞蛋和豆漿 到底可不可以一起吃 大家之所以認為 豆漿不可以和雞蛋混合一起吃的原因 有兩個 一個就是認為 豆漿當中的胰蛋白梅 會和蛋清當中的卵蟲蛋白相結合 造成營養成分流失 而第二個就是 大家都會認為 蛋清當中的黏性蛋白 會和胰蛋白梅相結合 從而導致蛋白質分解 受對阻礙 從而降低了人體對蛋白質的吸收率 從這兩個理由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關鍵的因素 就是胰蛋白梅 不知道在豆漿當中 是不是有這種物質呢 又會有多少呢 為了調查豆漿裡面 到底有多少胰蛋白梅 調查小組和不同的地方 買了兩杯豆漿 都送到專業的檢測機構檢測 在一開始 已在一開始 stuk 多 ironically 絲工搜封機構 這就是 質感很重要 作為九個青少女 可重點是一種 通過檢測 兩物質檢測 都連含有 偏膽白霈 那是為什麼呢 实际上在豆浆的加工过程之中 在没有煮熟之前 就是生的豆浆的时候 它还有没有抗疫蛋白没有这个物质 实际上抗疫蛋白没有这个物质 它本身是一种蛋白质 我们把豆浆煮熟这个混合 这个蛋白质会出现变性 也就是说煤的失火 那么这个失火以后它会分解 所以我们在加热后的豆浆 这个煮熟后的分量里面 再检受到这个抗疫蛋白质的成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喝的豆浆是安全的 你拿来搭配电包搭配鸡蛋都没有问题 所以说豆浆当中是不存在异蛋白质的 也就是说豆浆和鸡蛋之间 也都不存在着什么禁忌 所以豆浆和鸡蛋是可以一起吃的 不存在什么禁忌 但是与此同时 街坊和网友都流传着一个说法 就是鸡蛋和牛奶不可以同时吃 那又是真正是假的呢 我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 发现大家之所以认为牛奶和鸡蛋 不可以一起吃的原因 是因为两者的营养成果 会发生反应从而降低营养价值 那到底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下面我们立刻来做一个实验 附老师你好 你看我这里一盒牛奶两只鸡蛋 因为很多人都说牛奶和鸡蛋 我已经都买一起吃的 如果买一起吃的话会降低它的营养 其实事实上是这样的 这两个最主要的营养价值 最主要的成分都是蛋白质的 我们要检查它是否混在一起 会降低营养价值 我们要做一个牛奶的蛋白质 和鸡蛋的蛋白质 再做一个这两个混合之后的蛋白质 会再做一个对比 然后看看它是否会降低 那就是要做三个测试 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调查小组又驱车到了检测机构 採访结果 鸡蛋的蛋白质营养成分是13.22 那牛奶的蛋白质营养成分是3.16 那蛋白加鸡蛋白加牛奶混合起来 按照1.5的比例测出来的结果是5.96 那么从数据上来讲 蛋白质的营养含量成分并没有减少 所以鸡蛋和牛奶同食 是不会降低它的营养物质的 但是我们又发现一个问题了 那就是鸡蛋和牛奶的蛋白质含量 都是特别高的 这样的早餐拍配合不合理呢? 其实如果是一个早餐之中 牛奶加上鸡蛋 这两个食物之间并没有太大通缩 也就是说你喝牛奶 随时煮得吃 搭配吃鸡蛋 或者是吃鸡蛋同时 或者喝牛奶 所以这两个食物之间 并没有什么通缩 但是如果是你在一餐之中 或者就是说在早餐之中 只是选择牛奶 搭配鸡蛋 那么这个搭配就变得不是很合理 我们不是说这个食物有什么危险 只是因为这两个食物 它都是提供的营养成分 都是以蛋白质为主 那么我们的能量物质 就是说糖内的物质含量很低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当早餐吃了以后 对我们身体的能量供应 变得效果很差 所以我们说这种搭配不是很合理 而不是说这个食物搭配起来 会造成我们身体什么随害 所以鸡蛋和牛奶一起吃 营养成分是不会降低的 也不会有其他的危害 但是为了可以涉入更加之多的营养 建议大家应该搭配一些 比较营养的食物一起吃 例如糖分比较高的早餐 上次为大家调查了 鸡蛋是不可以用微波罗加热的问题 以及鸡蛋和豆浆和牛奶 可不可以一起吃 那接下来将会为你调查 人感冒发烧 可不可以吃鸡蛋的问题 我个宝宝都四个月大了 是时候吃蛋黄了 但是他感冒了 我想问一下 那么会不会有影响呢 还有啊 我们大人感冒了的话 可不可以吃鸡蛋啊 感冒的时候 最好没有必要吃鸡蛋这类东西 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过高 不利于我们的消化 感冒吃鸡蛋会搞到 病越来越严重 是不是真的啊 除了大家都认为鸡蛋不好消化之外 另外一个问题 大家也是非常之担心的 就是鸡蛋本身它的营养比较丰富 吃了之后会导致体内的热量增加 尤其是煎荷包蛋又或者炒蛋 会迫使热量没办法发散 从而就令到病情加剧 那到底真相是什么呢 人感冒发烧的原理 又是什么呢 一般感冒都是病毒感 病毒感就容易 就是有的就是容易免疫功能下的情况下 免疫功能不好的情况下 就可能引起发烧 一般的第一日也有常见 它调节就是发烧这一块呢 主要是秋脑 秋脑在控制发烧 就相当通俗来讲就是什么呢 秋脑就像一个空调似的 相当于空调 你肌体内有炎症了有问题了 它就反映出来了 这样的体温可能上来了 那好像鸡蛋这种高热量的食物 会不会由于它的热量就太高 从而导致发烧更加严重呢 其实这个不是绝对的 但感冒发烧的情况下 饮食肯定要清淡 清淡饮食 像喝点白粥啊 吃点面条啊 米饭也可以 那么呢 鸡蛋不是绝对 老百姓就是好多人说 感冒发烧 不要吃鸡蛋了 这个绝对不是绝对谨记的 那么你不可能去用鸡蛋去炒 做炒饭什么的 这是不可能的 那你喝点水蛋什么的 也可以 喝点水蛋什么的 这不是绝对谨记的 发烧是不能吃鸡蛋 这没有科学道理的 所以感冒的时候呢 吃点鸡蛋是不会加重病情的 而且少吃点鸡蛋呢 还可以补充体能 但是要注意 不可以太有力的 所以感冒发烧是可以吃鸡蛋的 但观众还表示了 胆固长高的老人家 绝对不可以吃鸡蛋 可能鸡蛋里面含有的那些蛋白质 或者是胆固醇就比较多 那这样子对老年人就 对 就不太好了 那到底是真的 只是留言来的呢 有不少人就表示 有高胆固醇的人呢 是不可以吃鸡蛋的 因为鸡蛋本身呢 就含有很高的胆固醇 那事实的真相 又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调查员为了知道真相 带着鸡蛋 由驱车来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 哈喽 好 老师您好 打扰您呢 在忙呀 老师您看 我手上呢 就拿着两个鸡蛋 因为好多老年人呢 都说不敢吃鸡蛋 就怕鸡蛋里面的胆固醇太高了 所以呢 我们就想麻烦您 帮我们检测一下 鸡蛋里面的胆固醇 究竟有多高 今天我们检测 鸡蛋里面的胆固醇 含量是11.8毫克每克 在肉食类的食物里面呢 它的那个含量是相对比较高的 所以的话就比猪肉呀 那些肉食类都比较高一点 比较而言 鸡蛋当中的胆固醇呢 都还是比较高的 那难道就是因为 鸡蛋当中的胆固醇比较高 同样是胆固醇高的老年人 就不可以吃鸡蛋了吗 就是老年人 如果是他本身胆固醇高呢 那第一呢 他没有所有东西是 很严格的禁忌的 因为鸡蛋里面 它其实含有的营养成分 有时候我们人体是需要的 如果是你长期 然后进食某一类的东西的话呢 还是会长成一个营养不均衡 第一 我们不是说胆固醇都是坏东西 那有些胆固醇是好的 只不过是涉及到你每天要摄入多少而已 我们说呢 一般的胆固醇高的老年人呢 也不是说硬性规定他都不能吃鸡蛋了 我们只是教学他的量 还有他的吃的方法 然后有所规定 比如说一天可能我蛋白吃一点 然后鸡蛋黄呢 蛋白整个可能都吃了 但是呢 我的蛋黄呢 我稍微吃一点 没有整只吃掉 都可以了 所以胆固醇高的老人家呢 是可以吃鸡蛋的 那只要一天之内 不要吃太多就可以了 一天可以吃半个蛋黄 因为里面含有很多的 营之类的矿物质成分 是有利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的 所以说胆固醇高的老年人 不可以吃鸡蛋这种说法呢 只不过是一个留言而已 同时也都有不少人表示 说鸡蛋不可以生葱 因为里面会含有大量的沙门氏菌 这个又是不是真的呢 为了调查 生的鸡蛋里面 会不会含有沙门氏菌 调查小组 将鸡蛋送到了专业的机构进行检测 通过检测 土鸡蛋的沙门氏菌 是5个每立方尼米 而治疗鸡蛋中的沙门氏菌 是4个每立方尼米 粉牌鸡蛋当中的沙门氏菌 是7个每立方尼米 那是不是真的不可以生葱饮呢 其实这个问题 从营养的吸收价值方面讲 是可以的 没什么大问题 只不过最关键的安全隐患 就是来自于鸡蛋皮 或者是有一些 本身的鸡蛋的来源 是不是一个好的鸡蛋 比如说这个是最近 正在情流感游行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吃的话 可能就你的风险 然后就增加很多 第一你可能得 把那个鸡蛋壳外面处理一下先 然后干净了 然后再打 因为有时候你打的时候 可能手沾到那个蛋液 一进去然后就那个 可能有些菌 因为用开水 毕竟用开水来讲 可能接触的时间比较短一点 温度可能也没那么久 但是从那个理论上来讲 我们的冲鸡蛋这个东西 因为冲了鸡蛋之后 其实我们鸡蛋有时候生吃都可以 但是你进去之后 如果鸡蛋通过热水 然后加热水 它会稍微变性一下 变性就更加利益 所以生葱鸡蛋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如果一定要生葱鸡蛋的话 它就需要保证鸡蛋的维生 以及葱鸡蛋的水是足够高温 另外建议大家 尽量吃少些生鸡蛋 以及半生半熟的鸡蛋 通过了调查 我们知道了鸡蛋禁忌的很多真相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每天应该吃多少只鸡蛋才好呢 因为吃鸡蛋的量 我们按照人体的需求 儿童一天有一个就够了 成人有两个 或者是三个都可以 吃多就不利于消化 气瘦也没有用 多鱼吃多也是浪费 所以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 一天吃一个鸡蛋就够了 至于关于鸡蛋的传言 说鸡蛋和豆浆牛奶相较 感冒不可以吃鸡蛋 都只是流言而已 但对于生吃鸡蛋这种方式而言 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 另外也不要将鸡蛋放在 微波炉加热 小心鸡蛋会爆炸 在今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为大家调查了有关 鸡蛋的一些禁忌的问题 除了鸡蛋不适宜生食 以及不可以 发微波炉进行加热的这些禁忌之外 其他食物伤口的禁忌 以及感冒不可以吃鸡蛋的禁忌 都只不过是流言而已 好了 今期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最后奇奇要提示一下大家 记得参与我们的有掌问斗 今期节目是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